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留下的传说 这什么留下传说 现在没有人信 因为人们只信自己 我说句实在话 人家愚蠢在于自我那种自信 这话听起来就别扭 人自信还不对 太多的自信是建立在自以为是跟自卑的基础上 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 那通天塔是不能碰的话 从而带来了毁灭性的东西 病毒是一样的 我们咱讲过 说这东西是瘟神 对不对 这东西是瘟神 人去研究它 人去研究它就是毁灭人 任何理由都是人的理由 它真正的东西就是触动了 神本该具有的东西 那东西是归瘟神管 你人去弄的东西啥意思 对吧 创造美好的未来 不就这么回事 你创造美好的未来不就是切断了 其实不就是 我们在讲那只蛇 那条蛇的时候 WHO那条蛇的时候 它所引用的故事不就是 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故事 那个神 那条蛇 那个蛇杖 他是来自于太阳神的阿波罗的儿子 因为他的出现 所以造成地狱空了 所以地狱的神不干了 对吧 有说是告诉宙斯的 或者说地狱的神不干了 啪啪用雷给他劈死了 今天成为了WHO的标志 权杖跟蛇 你知道他 你说他为什么毁了他 不就是因为他为了获得人的利益 从而摧毁了这天地间生命的运转吗 人还自以为是的 我觉得人是自以为是 这东西是一样的 这病毒 病毒归温神管 人去动手弄 你现在看都是人出的事情 其实人出的事情很大的理由就是他出动了神 跟那通天塔的概念一样 人不该研究病毒 如果咱说生了 从生命道理上就这么回事 所以出事了 谁出的事了 他自己出的事 他不敬畏神吗 所以他可以任意去研究 那现在美国人为什么不干 美国人跟这个 昨天我们说了说 澳大利亚人不干 澳大利亚人手里头有他的资料 他去澳大利亚了 和那叫周鹏的 那美国人现在也有资料了 所以美国人不干了 这个 美国追踪到这个病前的这个原发地 全都指向了武汉肺炎 石正丽 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 这是华盛顿邮报 前天的 他说华盛顿时报 应该是华盛顿邮报 拿到了美国官方的 这个月的 就是四月份的独家分析报告 美国政府 斟酌各种 就是各种公开资料最后确定 导致中共病毒的发言地 最大的可能 来自于中科院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或者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例也是从武汉传出来的 从间接证据来讲 就是中共 就是中共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发生在中共 你可以有各种解释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但关键的原因 它的基础就是 中共无神论的东西 进化论的说法 这些都是否定神的 在否定神的基础上 他去碰病毒 病毒就是温神 你稍微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 生命常识的人都知道 神的东西 人不该碰 在我们看到有关病毒的说法当中 最终是什么人解决的 是找的神农事 这就是柴湖来的 今天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东西 你那太落后了 那你先进 对不对 你先进 我就说那话 你再先进 你今天吃撒豆子 明天放不放撒屁 你不知道 那傻东西就这个 对不对 你再先进 你人就是 就那点本事 吃多了 你就拉不出屎来 憋死你 像说陶哥你说话太粗了 就是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的道理 新闻是新闻 风神是风神 你别混在一块说 吃饭是吃饭 拉屎是拉屎 你别混在一块说 你在饭桌上说拉屎的事 多没意思 是不是 人的愚笨就在这 人自以为是的精华都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 想想那个站在 但你吃饭的时候站在利益上 不就吃吗 大便干燥 你拉不出屎的时候 不是也是你利益吗 你赖的毛坑没修好 长得挺大岁数的 就是 河北老太上鸡窝 你笨鸡又笨蛋 说的表面都是聪明的话 一听就是个笨蛋 生命上的笨蛋 利益上的聪明 这个 这就这么回事 他 那研究病毒的 美国先进 英国 这个法国先进 英国也先进 那为什么到中国出事 他归罪在中国的管理者 他其实那些都是表面的 他的生命基础是在那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他 就他目前来讲 我跟你讲 没用的 这是第一波提醒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离开中共国 你不离开明天才下针的 今天真的都没出来的 所以挺难的 我只能说挺难 大家就是劝善了 我个人觉得就是劝善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想说 涛哥你说这种事老乐 他这话到那边差点是 透露出来 有人就不爱听 你自找的 完全是你自找的 对不对 你看现在武汉多少人 骂方方 那副狗怂念 真是下电 真的真的是下电 招了这么大难 他牛奶还骂方方 那方方没说什么 他也是共产党员 那你就没招了 所以我的话就是随缘 这份报告是公开资料撰写而成的 他说最终还没定稿 他们已经拿出来了 中共说的海鲜城是胡说 海鲜城里头 他说野生动物先染上蝙蝠上的病菌 再传给人类 这是中共一开始说法 那其实根本不存在的 后来改口说 这个发言机不明 然后又痛斥彭佩奥 说他如何如何 说中国根本不存在野生市 野生动物市场 所以他基本就 外交部发言人连屁股都不是了 他就弄不回事了 他自己也知道 他就是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他根本就无在乎他怎么说了 因为他说什么无所谓 他要每个月 比如说拿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 五万块钱 别在反腐中被习大大给干了 就行了 他其他对他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顺应 我顺应人性了 我听你蓬佩奥的 你美国人也不给我钱 就是没到出卖的时候呢 他就会这么说 等到出卖的时候 他就会那么说 这个中共产党人一定是出卖的文化 你放心吧 他如果不是出卖的文化 你看看习近平 出卖了他所有帮顾住过他的人 出卖完之后 他谁都不信 他谁都不信 你放心吧 所以那皇帝能信谁呀 皇帝就一个对不对 那他就这样了 所以从生命的角度来 那不仅是可怜 我说几难听话 这是狗屁都不是 但中方报告说 在海鲜城没有卖蝙蝠的 第一个确认的人也没去过海鲜城 所以说来自于动物的宿主 说法难以成立的 那也有论文提到 就指向实验室了 他说 任何其他的可能性的一元 这个一元地都不太可能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武汉实验室 但中共中国共产党 人家原词就用 中国共产党一月份下令 将调查病原来源 最合乎逻辑的地点 彻底封锁了 然后那个人叫陈薇的 掌管了P4S 所以让人体的怀疑 我觉得这是事情就这么回事 有人说那中共国就不承认 那是啊 对吧 今天有几个强奸别人的 他相信 他承认 有几个逛窑子的 回去跟老婆说我逛窑子了 有几个在外头养男孩的 回去跟先生说 我养个撒白脸不错 挺好的 你就省省吧 有着干这个呢 那一样 所以很多人都把共产党人当成人 你就 我说你 瞎了眼了 你自个儿骗自个儿 他不是人 就真难 我觉得真难 不是人 我真没骂他 我一再说 人家叫高级动物 很多朋友就听不懂这点 听不懂的原因 就是你在利益上 你说他要是人 他能去拆那十字架吗 他能放火 筛烧那十字架吗 你都根本就想象不到 对不对 他把那十字架点了天灯 是人他干这事吗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 很多时候探讨人性 在推特上那些人也说 他们没有人性 他不是 他人家自己都讲得很清楚 灵魂在哪 神在哪 你给我证明看看 他是证明不了 你媳妇给你买帽子 你也证明不了 提了裤子全走人了 费什么话 他这个东西都是屁话 没跟你说吗 现在的精英最邪恶的 就是用这一套的说法 你看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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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言人说话 个个都这话 所以有时候我个人看 是我也觉得挺来气的 他们还去去掰扯 掰扯那个干嘛 当他去要证明的时候 你就问他 你说你媳妇 昨天给你戴个绿帽 你信不信 我要是记着我就问他 你让我证明 那那帽子 也不是我卖给他的 费什么话 你信不信是你自个儿的事 我说骂人 你不配 所以那破东西 我就觉得 那个共产党人 真是破东西 太破了 为什么现在还就有人 就不能从中超脱出来 这是我觉得 他不能超脱出来 是觉得他有本事 我觉得很多人 是觉得他们有本事 他们有他们自己那一套 石正丽手上 有多种研究的东西 这里都盯在石正丽身上 所以也有人说 看他不会杀人灭口 什么这个 我觉得就这样了 所以美国现在强调的 只能强调间接证据了 那石正丽手里面 有很多东西 中国学者吴小华 曾经提到石正丽 进行过多达50项研究成果 他其中 其中的这一次出现状况 只是50个成果之一 拿动物来模拟感染人类 其中可能 因成了宠物 或者尸体不能妥善处理 将病毒传开 试验室里面 有人把试验的蛋煮了吃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 在P4试验室里 这些大陆人的做法中 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 根本无所谓的做法 带来的伤害 那这个东西根本就 它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他们在其他的试验室里 同样是这样 所以我以为在后面 如果大爆发的话 也很正常 有朋友不太相信 你看大陆人来到海外 几百万人 对不对 他的行为方式 还是原来的行为方式 我也有钱 我姑奶奶 我开着跟他 你我是谁呀 上外的超市买鸡蛋 你我是谁呀 你不是就买鸡蛋吧 你们谁都不是 就是一个就那样 他依然会保持他原来的方式 所以这些人 当他点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放心 那些试验人员 根本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 那事情长之后 人们就习惯 就像现在 三百多万人感染 死了二多万人 那在西方 在北美就已经变得正常了 就说OK So what 他已经这样 人们在这种习惯的氛围中 会变成这样 吴小华指控的很具体 15年 石正丽 曾经在自然科学 发表过有关冠状病毒 感染人类的可能性 当时曾经直接讲 他从中华 橘头蝙蝠身上 编码造出了 人畜共同染病的新型病毒 这种混合病毒可以 就有能力 是有引发疾病的能力 而零号病人的黄彦霖 至今下落不明 这个人 有人说他死了 有人说怎么样 这就是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 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 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 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2000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 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系列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物 生命物 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 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掌声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 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所制作的 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超的支持 川普昨天下令 情报部门进行调查 这是昨天的 昨天下令调查世界卫生组织 跟中国大陆初期 有关刻意掩盖病情的问题 国家广告公司已经报道说 国安局 它叫国安局 我不知道它这个国安局是怎么个 在美国怎么重复 应该是国土安全局 和这个国家情报局 CIA进行调查 这是昨天晚上出来的消息 因为在美国本土死亡 已经超过六万人 感染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所以对不起 所以它就等于是国家安全 受到了强烈的直接的打击 死过六万人 已经超过了越南战争 29号国务卿说 美国至今没有被授权 可以进入武汉试验室 进行调查 无法确定 确切得知病毒的起源 而中方有很多试验室 依然在运作 所以处理传染性病原体 无法确定 不会发生等同状况 其实这些都埋下了一些硬化 就是说 被后面再大爆发 造成了一个间接的一个东西 人最难改变的是习惯 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它永远是那样的一种习惯 走到天涯海角 它还是那个习惯 所以这就是 人的本身的自然属性 刚才咱讲了 研究病毒 触动了 瘟神 就像当年的通天塔 从而 招致神的惩罚 而表面上 是人自己失落 但它一定会掩盖 对不对 它一定是掩盖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有涉及到病毒的人 研究病毒的人 几乎都是不信神的 比尔盖茨 人们生草他很厉害的 不信神的 他们要创造 给人创造美好的未来 而展现他的能力 比尔盖茨 投了很多钱 去研究疫苗 你说这疫苗出来 他得挣多少钱 口罩都能卖多少钱 你说他疫苗能卖多少钱 那个东西 我跟你说 那个东西 那个 这是挑战神的 人研究病毒 就挑战神 相当于当初的通天塔 白宫下令 包括国土安全局 国家情报局 和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 组成小组 针对截获情报 截获的通讯情报 县民的回报 卫星照片等 所有资料展开调查 中共大 中共当局跟WHO 是否在初期刻意掩埋真相 中央情报局 同时获得了指令 所以这是一个 我相信跟我们刚才分享 那个华人邮报的报道内容 是相辅相成的 一定是在那份报告的基础上 白宫下达了如此的命令 WHO是根据中共国的喉舍 大陆的喉舍 这是川普直接挑战 应该承担责任 那 川普在白宫接见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接受媒体询问时 证实下达情报机构进行调查 说将提出不一样的建议 但没有说明具体的状况 他主动提到有关不资助WHO的事情 每年给WHO五亿 实际上可以提供给更很多不同的组织 不一定非要是WHO 所以从报道上能够感受到 他会把WHO非掉 基本上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他不会干的 那人的事情 人的环境是就会人的处理 我相信WHO跟中共国 会带来相应的报应 而这份报应 其实既有人的这层面的制裁 同时会有神的惩罚 我还是说就跟当初的通天堂类似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